刚刚大家连续欣赏了 连续欣赏了 Lost Homie Time 结语者 最终回合 无罪无我 Somewhere 还问我轮回 大家看得开心吗 开心 那我们这个MC话题呢 就是要说一说 就是经常 现在发微信嘛 就也不发短信了 但是呢 有的时候会就是发错 就比如说把发给 A的话发给B 就是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 从谁呢 从你开始吧 从小敦彦开始 我从来不干这种事情啊 因为都是别人找我 我回别人 但是也没有 我不是一个主动的人 我是一个很被动的人 我没有很少主动去找别人 除非有事情嘛 但有事情的话 就会直接搜索通讯录 谁谁谁 然后就跟他说说 所以我就不会 不会有发错微信的时候 也不会有发错短信的时候 但有打错 我有接到过打错电话的时候 这是给我气的 谁谁呀 我一定要讲 我那天晚上 我好不容易 大家知道我是一个熬夜 熬得很厉害的人 我那天好不容易 我11点不到我就睡了 我睡得可笑了 我睡得甚至没有做梦 然后呢 我就感觉 床边有东西在震 然后就 凭我的一个熟练的技术 我把它关掉了 然后它又震 我一看打电话过来 我就接电话 还是个美国的电话 我就 因为它死症你知道吧 我就给它接了 我说 我说喂 它说 它态度还特别好 因为我想就 应该是 应该是就是 国内的吧 或者是怎么 应该不是美国电话 然后 我说喂 然后它说 它态度特别好 您好 是刘森燕女士吗 哦 我说 他说 请问您认识某某某吗 我说谁 某某某 我说不认识 他说哦 是这样的 他认识您 他 在我公司 欠了两万块钱 紧急联系人 甜的是您 您真的不认识他吗 我说那谁啊 然后 他说 好吧 那不好意思 打扰到您了 因为我觉得是骗子嘛 我说等一下 我说你们 这 我说你这美国电话 他说对 因为我们是美国公司 他在我们公司 借的是人民币 我当时 为什么不是美元啊 不重要 不重要 然后他说 那不好意思 打扰您呢 我们再确认一下 再见 我都没地方发火 你知道吗 他态度太好了 然后我就想接着睡 结果我 真睡不着了 我再打电话过去 我准备找他对质 你知道 我急着把那个人 信息问出来 结果打过去是空号 它是那种吧 就是软件打的电话 对对对对 就是转 然后再转到你电话上 后来我就发回来房间 给我气了 因为我一晚上没睡着 第二天早上 气得那种睡着了 怎么会有人填 就是把你填都紧急了 不是你 真的不是你家里谁吗 远房清晰之类的 是绝对不是 是什么 哦不认识 对 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 对 就是他认识你 你不认识他 就像小钱的那个 就是他知道我的所有信息 可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蛮厉害 你呢 我好像没有 但是我有那种 发错微信的时候 就是 就是我同时在跟 两三个 不是 不是就聊天 就聊业务 对啊 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 如果要跳一个unit 我们是很多人一起跳 或者是我 这个时候再对一个 呃 这个就是这个活动的 衣服的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事情 我在跟别人说 帮我取个外卖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就会把那个 发给 就是一个A一个B嘛 A可能是工作上的 就是工作人员啊什么的 然后B可能是 就是朋友啊 或者谁 我就把那个发给 发给 A的话发给了B 就是会这样 那你 不会吗 就是 是我的微信有问题吗 不是 就是比如说 我想让那个 就是姐姐帮我 就是我们现在在排练 我想让姐姐帮我们 取一下那个外卖什么的 然后我有一次呢 就发给了一个成员 而且那个态度特别恶劣 我就说 我就就是 也不是态度特别恶劣吧 就是因为我那个打字 就是没有什么 打字是没有什么情绪 也不会有表情 也不会有那个言文字 我就写一个 取一个外卖吧 楼下去个外卖 句号 然后那个人就回了 我三个问号 然后我一看 呦 不对 是成员 然后就很尴尬 我就说我发错人了 对 这是一个非常无聊的故事 你呢 我也是就是 半夜接到过电话 过来电话 是同一个人吗 不是 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 手机是 24小时开误扰的 然后就只有打很多次 好像好像才可以打进来吧 那个电话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大半夜的 而且我确定我的误扰还开着 然后我就 5点多吧 5点多的时候 然后我就突然 就是手机响 然后就是能把我从我的那种休克性睡眠 就正想 你想想 那就想了多久 那个手机 是我妈先醒的 然后我妈给我弄醒了 然后说手机响了 我就 嗯 然后拿开手机 看一个陌生的号码 然后我就接了 就大半夜 就是凌晨5点多 其实我有点怕 是那种 鬼啊 不善 就那种 灵异电话 你懂吗 不至于接起来 5点多 天都快亮 太阳都出来了 然后一串的电话 然后我接 那边 一个抽 抽鼻涕的声音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男生 就一个男的 在哭 咋了 然后呢 我说 喂 你好 他说 你不要离开我 没完事 然后 然后我当时就 一下子就 清醒了 我说 喂你好 自己欠的风流战啊 是不是 我说 不是 我说 我说 你找谁啊 他说 小猫 谁 小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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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给猫猫的吧 咋打到你这儿来了 打错了 小猫 然后 然后 一个 深深抽气 我说 抱歉 你打错电话了 然后他 嗯 然后我就 我就挂了 我就挂了 挂了以后 大概 就是我又接着睡 我的天哪 我又接着睡 然后睡了以后 大概过了二十分钟 又来了 然后那个我就 醒得比较快了嘛 然后我就 又接了起来 他说 小猫 都是我的错 然后我说 不好意思 你真的打错电话了 然后他 又一个 然后 就是我说 那个 我不是小猫 不好意思 我是小萱 小萱 然后 然后我就 把电话挂了 挂了以后 我妈说 神经病啊 然后我说 够神经病的 然后我想 不行他要再打过来怎么办 然后我就 睁着眼 你晚上看那个屏幕 你就等着他打过来 很刺眼的 不是 我就 拉开了那个 就是 最近的那个 聊天 聊天记录 然后我 拖出那个号 拒接此人来的 然后昨天晚上 其实我又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一个女的 不是 是小猫吗 是 很广泛 什么东西啊 不是小猫 是打电话 他说 就是那种 就好 就好朋友的那种 给你打电话 就是 嘿 你个 傻 什么 这个电话 什么 你付给我 怎么怎么样 你是傻 嗯 妈 就是很 就是很朋友的一切 对 然后我说 喂你好找谁 然后他就 嗯 他大概停的 有三秒 你该把他转接给那个 没有 没有 然后就是我说 喂你好找谁 然后他 嗯 他就 刚前面还很 骂 在骂 就是那种朋友间的那种爆刺口的模式 他说你不是叉叉叉吗 三个字 你不是叉叉叉 你是叉叉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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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反应过来我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 然后我说不是 他说哎呀那不好意思对不起 然后把电话挂了 嗯 我就觉得就这种打错电话的就是你先问问嘛 就是就可能真的对面不是你要找的人 然后你说一个大男人哭或者是一个小姑娘在那里疯狂的爆漱口 就 我很难受呀 我听着 然后我就觉得 嗯 就还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看打的电话对不对吧 当然我想了那个男生就哭成那个样子了 应该也看不起 你应该安慰他一下 我安慰她干什么 我手能要钱的 我跟你讲话不要钱吗 你这是电卧 什么电卧 你这是电卧 你在气小茂电卧 我的话其实我经常干这种事情 对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 就是我发错微信嘛 我当时大半夜来在那边买东西看包 然后就是四年前我刚进团的时候 对 然后当时就在那边看包嘛 然后刷刷刷 然后觉得有一个还不错 然后我就想发到我们成员群里面问一下大家 这是好看吗 然后结果 很包与叶总 不是 我发到了 我发到了就是有王总叶总他们存在的那个群里 大群里 然后就发进去了 然后我当时还不知道 然后还发 大家看一下这是好看吗 哦 你说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那个群的就是那个 居然是我们那个什么 四七生的群 就是所有的staff都在里面 然后我就觉得尴尬了 然后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怎么撤回 我在那拿着手机去看 盯着看了半个小时 然后没有人回我 然后我就很 就是很害怕很担心很紧张 然后后来就是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好心人士 叶总 把包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就回了一句话 因为太尴尬了 在那个群里面 然后他回了一句 提升一下时尚品位也是你们的必须 哈哈哈哈 全了 全了 你说的这个我想起来有一回 那个就是Qme 雪儿奇的猫刚来 对对对 刚那时候还不允许养猫 然后呢 雪儿奇就是晒猫心切 她把Qme的萌罩发到大群里面 王总 陶总 叶总 就是类似于你们那个插队啊 四季生群 然后我们是S队的那个群 然后发到大群里面之后怎么办呢 就是他还是那种 看看可爱吧 然后所有人 我们因为有小群嘛 就说雪阿琪 你好大的胆子 然后我们所有人在下面踢他 哇 这是抖音上面看到的吗 好可爱 这个猫还是一桶 对 还是一桶 就我们所有人当时在小群里 疯狂骂雪阿琪 你好大的胆子 一边在小群里面 妈一边在大群里面 演给那个老总 所以是网红猫吧 一定很贵吧 但是不宜是养猫 还是算了 芸汐猫吧 真的好做做 对 好在就是现在 现在已经可以了 好的 就是这样子这个MC 接下来请欣赏下面的歌曲吧